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共同逃亡 时隔二十年 妻子再度出轨 这一次的结局会是怎样 他这二十年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2012年的一天晚上 崔永突然感觉到家里面有动静 他伸手一摸 发现妻子白桂琴 没有睡在自己的身旁 于是他就打开卧室的灯 当他拄着拐杖走进客厅的时候 赫然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 抱着自己的妻子白桂琴 白桂琴这时候也看见自己的老公崔永出来了 所以他一边往外推这个男人 一边对崔永解释说 他是我的乌友 晚上来看我 他今天喝多了 而崔永看见眼前这一幕 他不禁火冒三丈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白桂琴 再一次红杏出墙了 崔永当时气愤的冲他们吼道 你们两个人这样干 还要不要脸了 没想到那个男人呢 满不在乎的站起来 冲着崔永说 你叫六指 我知道 我跟你说 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也知道 你对我啊 最好还是客气点 说完以后啊 大腰大摆 不慌不忙的走出了崔永家 而崔永的妻子白桂琴 看见那个男人走了 他自己也不敢待在家里啊 也急忙跟在 他那个情人的屁股后面 走出了家门 自己的妻子白桂琴 和他的情人走了 崔永一个人坐在家里 感到特别的窝囊 于是他喝起了闷酒 二十年的往事 纷纷涌上了崔永的心头 崔永啊 升下来的时候啊 他右手啊 就比别人多一根指头 所以他的外号叫六指 长大了以后啊 崔永的姐姐 嫁给外国人出国定居了 而崔永在中专毕业以后 也进了一家钟表厂 当了修表的技师 就在这个时候啊 厂里有一个敞花 名字叫做白桂琴 这个白桂琴啊 一门心思的想出国当华侨 所以他知道了 崔永的姐姐 已经嫁给了外国人 到国外定居了 因此啊 就频频的向崔永示爱 哪有男人不喜欢漂亮女人的呢 于是啊 崔永和这个白桂琴啊 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 这个白桂琴呢 性格特别的开放 而且奔放 白桂琴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老实内向的崔永啊 每次都跟在白桂琴的屁股后面 白桂琴到场上去唱歌 去跳舞 他呢 就坐在边上静静的等 一直等到舞会结束了 或唱歌结束了 他再把白桂琴送回家去 就在他们周围的人 感觉纳闷 说这两个条件并不相当的男女 怎么会谈起恋爱的呢 他们呢 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成了家 一年之后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白桂琴的出国梦 不但没有实现 崔永的姐姐 反而回到国内来创业了 当白桂琴出国梦破灭以后 外国的繁华生活 离他越来越远 他就感到心里啊 非常不平衡 白桂琴就觉得自己啊 是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 他被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他怎么看 都觉得自己的丈夫崔永 失去了利用价值 于是白桂琴又恢复了 自己开放的天性 开始出去唱歌跳舞 对家里啊 不管不问 结果很快 白桂琴就传出了绯闻 白桂琴在跳舞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年轻 长得帅 而且很会哄女人 白桂琴很快就和他成了情人 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崔永的耳中 崔永啊 一开始不相信 后来啊 就决定去看一看 于是他来到了 妻子跳舞的这个舞厅 结果发现 妻子在跳舞的时候 始终跟一个年轻的男人在跳舞 在晚会结束以后 白桂琴呢 他还跟这个年轻人两个人相拥着来到附近的宾馆开房 崔永看了以后啊 又嫉又恨 他回到了家中 于是坐在家中就喝起了闷酒 结果等到白桂琴回到家中的时候 崔永的酒啊 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看到妻子一进门呢 崔永就有点亮腔的站起来 指着白桂琴说 你刚才和那个男人去哪里了 白桂琴呢 不屑一顾的看着崔永 冲他讲道 说你今天喝多了 有什么咱们明天再说 于是白桂琴自己就走进了卧室 把门上了锁 把崔永啊 一个人晾在了客厅里 等到第二天早上 崔永九点多钟起床的时候 发现屋里静悄悄的 一看 女儿也不在家 老婆也不在家 而且白桂琴还给他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说我已经过够了这种乏味的生活 我要寻求自己的人生幸福 我带女儿回家了 你好好想一想 想明白了以后 咱们去协议离婚 好和好散 这时的崔永懵了 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又生气又伤心 到了晚上的时候 崔永决定找自己的妻子白桂琴 好好谈一谈 没想到这一谈却闹出了灭案 结果到了晚上 崔永啊 怀里揣了一把刀 就来到了白桂琴经常跳舞的这个舞厅 进了舞厅以后 果然又发现自己的妻子白桂琴和那个年轻男人 两个人在一起跳舞 而且两个人的表情都很幸福 崔永看到这一幕场景 当时火冒三丈 他冲了上去 把自己的妻子白桂琴一把拉开 然后回手就抓住了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衣领 那个年轻小伙子啊 马上就张口骂他 说时迟那时快 一把冰冷的尖刀已经刺进了那个年轻小伙子的体内 那个小伙子满脸惊恶的表情倒在了地上 这时候舞厅里的人都看到了崔永所忠 拿着一把低血的尖刀 舞厅里的人吓得嗷嗷大叫 大家四散而逃 崔永啊 这时候缓过神来 马上也随着人流逃跑了 白桂琴的情人因为死血过多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了 警方马上布置警力抓捕崔永 但是崔永逃脱了 崔永逃到了外地以后啊 隐名埋姓过起了逃亡的生活 一晃啊 时间过去了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当中 崔永啊 在逃亡地开了一个小的修表铺 在那修表 挣了点收入啊 养活他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他是一个有罪之人 所以崔永啊 心里啊 非常恐惧 从来不出门 而且自己手上有一个六指 这是他的人体的一个显著特征 他为了掩盖这个显著特征啊 他每天去干活的时候 他也要戴着手套 这一晃这十几年的煎熬啊 让崔永的头发全都白了 那么话再说过来 在这件事情案发之后 白桂勤被警方找去多次询问 同时这个案件因他而起 他也饱受自己的家庭成员 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白桂勤知道啊 这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 丈夫本来是一个老实的人 由于自己的过错行为 使得丈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他越来越想念自己的丈夫 想念他们当时那个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 于是当女儿上了初中以后 他就决定去找崔永 曾经因为妻子而犯下命案 如今妻子来找他 他会怎么办 就原谅了白桂勤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共同过去逃亡 两个人重新生活在一起 为何妻子再闹绯闻 这种单调的生活 让白桂勤啊 实在受不了了 前后相隔二十年 妻子再次红杏出墙 这次丈夫会采取什么过激行为 他这二十年 正在播出 白桂勤啊 几经打探 好像听别人讲过 隐约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崔永 于是啊 他就将交付给崔永的姐姐 自己啊 沿着大致的方向 一路找寻过去 终于在崔永的逃亡地 他见到了崔永 而崔永呢 当天正在干活 突然看见自己的妻子白桂勤 出现在眼前 他当时大吃一惊 他把白桂勤呢 拉到了自己租下来的房子里 问白桂勤 你来找我干什么 白桂勤呢 上前抱住了他 说崔永啊 以前我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错误 我现在想来照顾你 你能原谅我吧 看着眼前这个改变了自己人生命运的女人 崔永可以说是又气又恨 正是因为了他 自己啊 有家不能回 而且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但是这个女人呢 毕竟是自己孩子的妈妈 也曾经给过自己幸福的生活 想一想自己逃亡这十几年 天天过得像老鼠一样 暗无天日的生活 那么再想一想自己的老婆 作为一个坏女人杀人犯的老婆 肯定日子过得也同样艰辛 所以崔永啊 心一软 就原谅了白桂勤 就这样 他们两个人 共同过去了逃亡的生活 一开始的时候 白桂勤啊 对崔永真的很好 因为他是赎罪的嘛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崔永 但是随着时间一退 他就对这种生活慢慢又厌倦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本性是一个开朗外相型的女人 而崔永的性格很内向 再加上有罪之人 他从来不敢出门 不但他不敢出门 他也不让白桂勤和左邻右舍多交谈 时间一长 乏味和爹闷的生活 让性格开朗的白桂勤实在无法忍受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之中 于是白桂勤又开始出去跳舞 这一跳舞还真是又跳出了事 白桂勤徐娘伴老 风韵犹存 所以他进了舞厅以后 马上又成为一个非常醒目的舞蹈者 一个中年男人就看上了白桂勤 这个中年男人呢 老是约白桂勤吃饭喝茶 两个人一起跳舞 这个男人呢 有钱而且风趣幽默 白桂勤呢 把他和自己老是木讷的丈夫 崔勇一相比 肯定他的重心呢 马上就倾向于这个中年男人了 于是他就成为了这个中年男人的相好 刚开始他和这个中年男人好上以后啊 他心里还比较忌讳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丈夫崔勇 情急之下会杀人呢 所以一开始他还比较收敛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看到自己的丈夫怕出事 怕被抓 天天归宿在自己的出租屋中 所以白桂勤的胆子越来越大 开始了夜不归宿 他给崔勇的理由是什么呢 跳舞认识了一些小姐妹 小姐妹约他去玩 晚上太晚了就没有回家 而崔勇呢 根据妻子这些蛛丝马迹的表现 他认为妻子可能又出轨了 但是自己是个再逃犯 他又不敢公开的去跟踪他 所以心中非常的苦闷 而那边呢 白桂勤的情人和他相好了以后啊 慢慢的喜欢上了白桂勤 他向白桂勤提出来了 咱们两个人都离婚 然后咱们俩结婚的这样一个要求 而白桂勤呢 告诉这个情人说 我丈夫是有杀人案底的人 一旦我提出了跟他离婚 他可能铤而走险 伤害咱们两个人 算了 现在咱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我每天都可以来见你 于是啊 白桂勤就在自己的丈夫和情人之间 过起了这种畸形的生活 而这边崔勇啊 天天为自己妻子的这种 出轨的迹象所烦恼 所以在恍惚之间呢 摔了一跤 摔掉以后就伤到了自己的腰部 于是在医院 住完院以后回家休养 伤筋动骨一百天 这个修表铺啊 也暂时关了门 他一躺到床上啊 白桂勤就在天天伺候他 这一伺候他 你就没有理由出门了 于是他和自己的情人呢 就有相当一段时间 没有见面 后来这个白桂勤熬不住了 就悄悄地约自己的情人 晚上到家中来优惠 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晚上 被他的丈夫崔勇发现了 也就是我们案件 开头讲的那一幕 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 崔勇和白桂勤结婚以后 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崔勇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 这右手的六指啊 让他备受屈辱 长大以后这个六指啊 又成了他逃犯的标志 今天老婆的相好竟然也提到了六指 而且他威胁崔勇说 你干的事我也知道 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崔勇啊 逼到了没有退路的悬崖边上 妻子白桂勤跟新情人走后 崔勇喝起了闷酒 他一边喝酒一边痛恨自己 长了六根枝头 他觉得自己以后的人生不能再这样过下去 他决心摆脱烦恼和痛苦 于是崔勇做了个决定 把自己的六指去掉 然后出家当和尚 再也不要踏进凡世间的生活一步 崔勇把瓶里的酒啊 一口气都喝了下去 喝下去以后到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 然后我拿了一条毛巾 塞到了自己的嘴里 把自己的右手往这个桌子上一放 用刀啊先比过了一下 然后猛力一刀劈下 这第六根手指头脱离了他的右手 被砍掉了 鲜血啊顿时就流了出来 他把嘴里的毛巾拿下来 把这个伤口啊包裹住 看到断下来的六指 他心里啊突然释怀了 他觉得自己今后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要开始重新过自己的人生 于是啊 崔勇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到医院开了药 包扎了伤口 离家出走 丈夫断续出家 妻子为何害怕 如果你真的要出家 你干嘛搞在桌子上也是血 地上也是血啊 害怕丈夫再次报复 妻子决定先发制人 于是啊就到了公安局关 举报了犯罪嫌疑人 对用 丈夫被绳制以法 那么这桩时隔二十年的案子 会怎么判 他这二十年 正在播出 话分两头啊 在被发现自己和情人在客厅里拥抱这一幕之后啊 当时的白鬼琴下来和自己的情人一块跑了呀 他不敢回家 他怕自己的丈夫崔勇情急之下在伤害他 但是老躲在外面也不是回事啊 所以到了第二天下午 白鬼琴呢决定回家来看一看 他回到家中一看家里没人了 桌子上也是血迹 也是地上也是血迹 而且桌子上啊 崔勇还给他留了一张条子 条子上是这样写道 我已经厌恶了世间的生活 我决定离家出走去寻找一个清修之地 请你带好孩子也请你自便 看完这张纸条以后啊 这白鬼琴呢突然心慌了 丈夫这留的条什么意思 这什么叫寻找清修之地 什么叫请我自便 这丈夫说明是以血力是要报仇啊 如果你真的要出家 你干嘛搞在桌子上也是血 地上也是血啊 你想想 丈夫崔勇身上已经背负了一条人命 再多个一条两条也无所谓啊 所以白鬼琴呢 感觉到自己的后脊梁骨啊 直冒冷汗 崔勇一走是杳无音信 而白鬼琴呢天天也过得提心吊胆 尽管丈夫看起来给了他自由 让他自便了 但是自己不和丈夫离婚 他这个自由永远都是有一个绳索啊 他觉得自己永远真正自由不了 所以他觉得要想获得自由之身 必须找到崔勇和他离婚 他就琢磨啊 他要去找清修之地 什么地方清修之地啊 那肯定寺院 于是啊 白鬼琴就开始在周边的寺院 开始找这个崔勇 终于他在一座大山深处的寺院里找到了崔勇 他看见崔勇啊 穿着僧衣 手中啊 拈着那个念珠 他悄悄走到旁边 喊着崔勇 崔勇啊 根本不拿眼睛看他 说 施主 请问你来有何事 若为 红尘凡事 贫生已经留书说明 崔勇啊 你说让我自便 那你不给我离婚 我怎么自便 崔勇啊 仍然不抬眼看着他 手中 撵着念珠 对他说 贫生的往事 已成尘埃 苦乐 今后随缘 无爱 亦无恨 再见定在极乐世界中 白贵琴听了以后 我是一头雾水 他似懂非懂啊 说再见定在极乐世界中 什么意思 这不是要杀人吗 白贵琴这样一想啊 感到极度的恐惧 第二天早上 崔勇啊 去上乘客 结果在寺院院里啊 被几个香客搭板的人围住了 其中有一个人冲着喊道 六指 崔勇啊 马上双手合十 施主叫错了 我不是六指 一个人上前说 崔勇 别装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说着啊 这几个人就把崔勇带上了车 原来白贵琴啊 从寺院见了崔勇回去以后啊 找到了自己的情人 一五一十的把崔勇讲的话 告诉了这个情人 情人一听说 不好 你老公 说不定过一段会回来杀人 为了自保 你赶快去到公安局举报 白贵琴一想自己性命要紧呢 于是啊 就到了公安局官 举报了犯罪嫌疑人 崔勇 崔勇被带到了公安局官后 如实地交代了自己二十年前犯下的命案 他以故意杀人罪 被警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 那么对于杀人后逃亡二十年的崔勇 法院将对他如何判决 崔勇的姐姐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啊 就为他聘请了辩护人 崔勇的姐姐啊 对律师问道 说我听说有一个刑事案件的追溯失效 我弟弟犯下这个事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官局为什么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崔勇姐姐问的这句话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刑事追溯时效 追溯时效 你看追溯这两个字很好懂啊 就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 对犯罪行为追究责任的期限 所以叫追溯嘛 时效嘛就是间隔的时间啊 可以说过了追溯时效的案件 司法机关不应当予以追焦 已经追究过的要予以撤销案件 按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像崔勇这样制人死亡的 应该是过了二十年以后 就不予追究了 就是你这个罪二十年 警方没有找到你 就不再追究你责任了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追溯时效 他这个不追究是有条件的 你看我有六个字 不追究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我国刑法第88条规定 在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溯期限的限制 根据这个规定 我们可以知道 不追究 刑事责任的前提是 警方没有发现你是犯罪嫌疑人 而结合本案 崔勇是案发以后 就被警方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他是为了逃避侦查和法律的制裁 躲到外地去了 他别说他跑二十年了 他就跑三十年 只要有一天警方抓住他 他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 崔勇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罪行 是供认不讳 那么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后 也认为 在这起案件当中 检察机关指控 被告人 崔勇的行为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而崔勇本来是 这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 但是由于他没有冷静地处理 自己和妻子之间的这场情感纠葛 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被害人 也就是那个死者 也是有重大过错行为的 所以人民法院基于崔勇的犯罪事实 认罪态度 以及逃亡之间 没有犯罪的这样一个表现 加上他让他的姐姐 及时地帮他赔偿被害人亲属 因此最后法院 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在监狱里边 崔勇提起了一个离婚诉讼 他要和自己的妻子白桂勤离婚 法院很快就对他们的婚姻案件 做出了调解 准许原告崔勇和被告 白桂勤两个人离婚 观众朋友 崔勇和白桂勤的婚姻 一开始就不被人们看好 实际他们两个当事人 也都知道 他们走在一起是各有所图 只不过计划不如变化 这个案件警示我们 婚姻不是交换 充满功利色彩的婚姻 注定不会有完美的结局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大雨过后 男子车底惊陷难尸 早上起来查看车子状况的时候 车底下挂了一具难尸 警方层层排查 发现死者的情人 焦燕燕有重大作案嫌疑 倒地以后 颅脑受到重犯而死 他撞死情人后 尸体却出现在陌生男子的车底下 是故意加害他人 还是另有玄机 雨夜迷情 明日播出